你知道B-52也是能玩飘移的吗 其关键点在于它违反飞机设计城时的 串列式起落架 在一个连FR都因为过时而停船的时代 让B-52笑到最后 甚至还要延寿的 恰恰是这套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的古怪设计 同样是奇葩布局 为什么在B-52身上就是神来之笔 到了它的亲戚U-2身上 却成了侧翼飘移大冒险 那么B-52这套违反了飞机设计城时的 串列式起落架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攻城绝火 要搞清楚B-52的起落架 为什么这么怪 咱们就得先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年代 冷战之初 随着铁幕拉向 美军的战略轰炸机部队日子可是非常难过 他们手里的主力还是二战时期的老将 B-36和兵地造者 这种螺旋桨驱动的老大哥 在苏联新一代的米格喷气式战斗机面前 飞的又慢又奔 简直是个移动的活靶子 所以美国控军给波音公司 下达了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需要一款全新的喷气式轰炸机 必须能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快到让米格战机追不上 远到能携带着核弹从美国本土出发 指导莫斯科的心脏地带 为了完成这个硬性指标 波音的工程师们拿出了一套的当时 极其前卫的启动设计 一个像雪茄一样又细又长的机身 再加上一对巨大的 拥有35度厚略角的销魂机翼 这幅身板让B-52在万米高空之上 绝对是个性能王者 但在地面上 却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要命的难题 那就是这个天才设计 直接废掉了飞机传统的起罗架布局 大家想啊 为了高速飞行 那飞机的机翼就必须做得非常薄 这又导致它根本承受不住 逐起罗架着陆时 那几百吨的巨大冲击力 那把起罗架装在机腹里总行了吧 也不行 因为机身设计的太细长了 肚子里根本没有足够的宽度 来并排容纳主轮舱 这一下就把波音的工程师们 给逼进了一个死胡同 而这个为称霸天空而生的设计 差点就让它在跑道上中导绷促 提前腰折了 面对这个误解的难题 波音的工程师们 最终拿出了一个 在当时看来特立独行的方案 既然传统那种有一个鼻轮 也就是飞机的主路前轮 和两个主轮组成的三点式起罗架 在结构上行不通 那他们就干脆放弃了这种布局 设计师为B52单独设计了一套 串叠式起罗架 那这个串叠式起罗架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工程师们江四组 共八个主起罗架 沿着飞机机身的纵向中轴线 一前一后进行了布置 这种设计完美地利用了 细长机身下的纵向空间 彻底解决了机翼和机父 都无法安装主起罗架的结构性问题 但这种布局 也直接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风险 那就是飞机的所有主轮 都集中在中轴线上 这就导致了主轮之间的横向间距 也就是轮距变得极其狭窄 狭窄的轮距 对于一架驿长达56米的飞机来说 意味着B52在地面滑行时的 侧向稳定性变得非常差 任何不平衡的地 比如侧向或者转弯时的离心地 都可能导致机翼发生测清 甚至出地 最终的结果是谁都无法承受的 为了解决这个稳定性问题 工程师们又加入了第二个关键设计 这正是一间辅助起罗架 设计师在B52两个一间的末端下方 各自安装了一套小型的 可收放的辅助轮 这两个辅助轮的核心功能 就是在地面滑行和转向时 为机身提供额外的侧向支撑点 从而防止机翼出地 依靠串列式主起罗架解决空间问题 再用机翼辅助起罗架保证策向稳定 这套组合方案 让B52终于能够安全地 在地面上运行了 但博弈工程师们的设计并不止于此 他们在这套看似无奈的布局之上 又加入了一个 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功能 这也是这套系统里最关键的创新 那就是B52的全部四组 猪起罗架都能够做到转向运动 这就意味着飞行员在驾驶舱内 可以通过控制系统 让前后这八个主轮 同时进行协同偏转 最大可设定的偏转角度 左右都可以达到20度 这个全主轮转向的设计 在当时的重型飞机中 是独一无二的 它极大地提升了B52 在地面上的机动性能 更重要的是 它为B52带来一种全新的 应对恶劣天气的向上能力 也正是这个功能 最终将一个因结构限制而生的设计 转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战优势 要真正理解B52 这个全轮转向的设计 到底有多扭 咱们就得先搞明白 全世界所有飞行员 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终极难题 那就是侧风降落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很简单 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 风不是从正前风吹过来 而是从侧面吹过来的 这就叫侧风 你想啊 飞机在天上飞 它其实是泡在空气里的 一旦有侧风 就会像水里的小船 被水流推着走一样 被风推着偏离跑到中线 那么飞行员要怎么对抗这股侧风呢 在航空界 主流的办法有两种 第一种也是最常用的一种 叫做卸行进程 意思就是飞行员会主动把机头 稍微偏向来风的方向 用机头顶着风飞 通过这个偏航角 来抵消侧风的推力 这样一来 虽然飞机的机头是歪的 但它实际的飞行轨迹 却能和跑到中线 保持完全重合 看起来就像一只 横着走的螃蟹 所以叫卸行 但问题是飞机总不能 歪着身子接地吧 如果机轮在接地的一瞬间 和跑道的方向不一致 巨大的侧向冲击力 轻则会严重磨损轮胎 重则会导致起落下折断 甚至让飞机失控 冲出跑道 所以 所有采用卸行进场的飞机 都必须在接地前的最后几秒钟 完成一个风险极高 难度极大的动作 叫做虚蟹 飞行员必须瞅准时机 猛的一脚登方向舵 在电光时火之间 把歪着的机头迅速凝正 对准跑到中线 同时还要用副椅 压住机翼 保持平衡 紧接着让飞机接地 这个动作 极其考验飞行员的经验和技术 时机早了晚了 力道大了小了 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 而B-52的全轮转向起落架 它要解决的 恰恰就是这个 全世界飞行员都头疼的 去械难题 B-52的飞行员在降落时 可以从头到尾 都保持着最稳定 最安全的卸行姿态 根本不需要在最后关头 去落那个惊险的曲械动作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接地前 飞行员只需要在驾驶舱里 设定好起落架的偏转角度 让全部八个主轮 提前转向到 与跑道中心线 完全平行的方向 这就出现了 航空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 B-52的机身 是歪着对准侧风的 但它的轮子 却是正直的对准跑道的 所以当飞机接地的一瞬间 虽然机身是斜的 但机轮却是正的 所有的轮子 都会顺着跑道的方向滚动 完全没有侧向冲击力 B-52就这样 用这样一种 看似不可思议 却又极其简单粗暴的方式 把侧风降落这个 原本是对飞行员 经验和技巧的极限考验 转化成了一个 对飞机机械性能的精准控制 这个能力 极大的提升了B-52 在各种恶劣气象条件下的 作战能力和安全性 让它成为了 人类航空史上唯一一款 能够如此从容的 在强侧风中 以卸行姿态 完全走路的 重型战略轰炸机 聊到这儿 可能有些朋友就要问了 而既然串列式起罗架 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咱们在片头里说 它的亲戚U-2侦察机 为什么和B-52的结局 不太一样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这两架飞机 虽然用了相似的布局 但它们背后的设计哲学 简直就是天查地别 U-2的任务是什么 飞到2万米以上的高空 去搞侦察 它的设计目标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减轻重量 减小阻力 为了达到这个极致的性能 它牺牲掉了一切 不必要的东西 而B-52作为一款 战略轰炸机 它的设计理念恰恰相反 一切都要为了 皮试 耐用 可靠 和在任何环境下 都能独立作战服务 这种理念上的差别 最直观的体现 就是它们的起罗架系统 咱们先看出起罗架 B-52是复杂 兼顾可转向的八个轮子 U-2呢 简化到了极致 就是前后两个 不能转向的轮子 没了 是飞机的一部分 保证了它在任何机场 都能自己滑行 自己转向 而U-2呢 搞得就非常极端了 它用的是一种 可抛弃式的辅助轮 这种设计 让飞机在起飞滑跑的时候 这两个轮子 在一间乘着飞机 可一旦飞机离地上空 这两个轮子 就会自动脱落 直接扔在跑道上 不要了 为什么这么干 就是为了省掉 那一整套收放机构 所带来的重量和空气阻力 这就直接导致了U-2 那个堪称灾难级的降落场面 由于U-2的机翼 又长又宽 生力极好 导致它在降落的时候 非常难掉下来 飞行员穿着厚重的航天服 事业极畅 必须在近乎失速的状态下 才能让飞机接地 而且由于没有可转向的主轮 也无法使用卸行降落 只能用我们前面提到的 第二种方法 策划进场 也就是歪着机翼落地 最终接地的时候 必然会有一次的机翼 先着地 然后在跑道上摩擦滑行 所以U-2的一肩上 都必须装有 坚固耐磨的钛合金华胶 就是为了在降落的时候 让一肩在地上硬摩擦 来保护昂贵的机翼结构 也正是因为它落地以后 无法自己保持平衡 所以每一架U-2降落的时候 都必须有一辆高性能的追逐车 在后面疯狂追赶 由车里的另一位飞行员 通过无线电向驾驶舱报告高度 并在飞机停稳后立刻冲上去 由地形人员 手动给它把辅助轮载装上 所以你看 同样是串列式起落架 B-52的设计 是一种追求高强度作战下的耐久性 和可靠性的稳健设计 而U-2的设计 则是一种为了极致性能 而牺牲掉一切地面操作遍体性的极端设计 通过这个对比 咱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 B-52那套看似笨中复杂的起落架 在实战中究竟有多么重要了 摇到这儿 咱们就得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了 就算B-52的设计再怎么牛 它毕竟是一款70年前的老飞机了 美军后来不是又搞出了 更先进的B-1B枪起兵超音速轰炸机 和B-2U0隐形轰炸机吗 那为什么偏偏是B-52这个老爷爷 成了笑到最后的那一个呢 原因其实有三 第一也是最简单粗暴的一点 便宜 它的飞行成本也就是性价比高到没朋友 根据美军自己公布的数据 B-52每小时的飞行成本大约是7万美元 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 但你猜一猜B-1B和B-2是多少 B-1B是它的两倍左右 而金贵的B-2U0更是高达13万美元以上 在军费越来越紧张的今天 用B-2的价格飞两个小时B-52 而这笔仗 五小大楼的会计们算得比谁都清楚 第二 B-52就是一个皮实耐用的空中卡车 B-1B和B-2浑身都是高科技 什么可变后略异 隐身涂层 这些系统确实先进 但意味着它们极其娇贵 维护保养起来费时费力 出现率一直是个大问题 但B-52不一样 它不隐身飞得也不快 但这反而意味着 它的技术极其成熟 没那么多娇贵的系统要伺候 可靠性极高 随时都能拉出去执行任务 对于需要全球部署的美军来说 这种皮实的属性 在很多的时候 比那些花哨的性能更重要 而第三 也是最致命的一点 它是一个真正的空中武库级 这一点 甚至连B-2都比不过它 大家想啊 B-2为了隐身 所有的弹药 都必须塞在肚子里的弹仓里 菜单量和种类 都受到了很大限制 但B-52不一样 它压根就没想过 要偷偷摸摸地 飞到别人头顶上 它巨大的机翼下面 就像一个万能接口 可以外挂大量的巡航导弹 在现代战争中 B-52最常见的用法 就是作为一个远程的 导弹发射平台 在敌人防空圈 几百公里外 慢悠悠地飞过来 然后一口气 把携带的十几枚 甚至二十枚巡航导弹 全部打出去 完成任务后 再慢悠悠地飞回家 这种防区外打击能力 让它即便是在今天 也依然是美军 最恐怖的 火力输出平台之一 所以你看 正是因为便宜 皮势又能打 这三个无可替代的优点 才让B-52这个老兵 至今仍然是美国共军 不可或缺的顶强着 所以你看 正是这种 把皮势耐用可靠 刻在骨子底 甚至不惜 牺牲部分性能的设计理念 才最终造就了 B-52这幅金刚不坏的身板 而这幅强悍的身板 也让它在过去 几十年的服役生涯中 能够不断地进化和重生 在越南战争时期 它是美军 绝对的战略轰炸核心 成百上千架的B-52 从关岛 冲绳 甚至泰国的基地起飞 执行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 在著名的后卫2行动中 B-52机群 在短短11天内 就向北约 投下了超过1.5万吨的炸弹 这种持续性的 毁灭性的打击能力 在当时的世界上 是独一无二的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特别是精确指导武器的出现 B-52的角色 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海湾战争 以及后来的阿富汗 和伊拉格战场上 它不再是那个 只会埋头扔铁炸弹的傻大个 而是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远程的空中武库机 它那巨大的机翼和机腹 就像一个万能的接口 可以挂载美军现役的 几乎所有空射弹药 从点核直接攻击弹药GDAM 到射程上千公里的 战斧巡航导弹 B-52都能轻松携带 这种超行的武器兼容性 让它即便是在 隐身轰炸机的时代 也依然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B-52之所以 能够服役近百年 而靠的正是这几点 第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极度兼顾耐用的机体结构 这为后续几十年的现代化升级 提供了一个 无比可靠的技术平台 第二是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 旁大的机身 让它有足够的空间和载荷余量 却不断收集最新的雷达 电子战系统和武器 与世俱进 而第三点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是它巨大的战略威慑价值 B-52的存在本身 就是美国全球打击能力的象征 而如今 这个传奇还在继续 美国空军已经开始了 将现役的B-52H型 升级到B-52G的动力更换手术 为它们换上全新的 劳斯莱斯发动机 确保它们能继续飞行到2050年 这个诞生于冷战的天空堡垒 凭借着它那看似古怪 实则充满智慧的工程设计 将继续在未来的天空中 续写传奇 好了 关于B-52轰炸机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除了B-52 你还知道哪些拥有特色的经典武器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大家期望火力军 来一起关于什么武器的内容 或者是开一个专属系列的 也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年轻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便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慢无 赶紧去抢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